可能BiOS已经先把这个连结给各位 那这个Toyekana是完全Open 就完全是实现Open Science的精神 等一下在今天的活动 我是有安排在结束前的三段Cure 那那个中间Cure就是说 我讲到一个段落 就是可能会拼个10到15分钟来跟大家互动 我想因为今天既然也是暑假 大家能够来也真的是非常有用 我不想要讲得太严肃这样子 那在开始前我想先做一点简单的调查 请问一下这边是就以身份来说 博士学生包括博士后研究员的 可以到我知道有多少 就举个手握 不知不知道我知道一段比例 学生研究生 大学生包括博士后研究员 我大概超过的其他没有 不知道是老师 就是专人 不管是专人还是坚韧的老师的 那请问其他人是什么 研究助理吗 不然我能问研究助理 如果你是专程的研究 你现在不是学生 你是专任助理 专任助理 有没有这样的 OK 就是刚刚刚我讲是要迟速的关系 我只是想要先知道 因为在人家有介绍的几个案例中 有一些曾经发生 跟正在发生一些学术案件 还有一些推动开放科学的主要的人员 他们都还是研究生 所以看到有这么多学生 我是感到算是有一些希望 那今天的我讲的主要是以行为跟社会科学为主 特别是心理学 那如果说背景不是这个的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我介绍一些开放科学的研究操作 其实也是在许多 只要是你需要收集资料 解释资料的领域都可以用得上 那其实很多的方式都还在发展中 也是很欢迎有 如果说你正同这个理念想要交 也都是欢迎你用任何的方式可以来讲 那怎么加入 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重点 那我简单是我介绍一下 除了刚刚教师都介绍我的限职工作 那除了开放科学的大使只是个义务信息 我真的还算我今天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招并买卖 把说有需要 让你们今天结束后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直接写个信给COS负责的staff 你只要你明天记 你就可以放在他们的开放 那个Mbuster的网页上面 OK 我自己更重要我想要跟各位谈的就是 我另外的一个头衔就是心理科学加速器的 那个我现在是有帮忙 有帮忙这一个算是跨国合作 那个推动科学品质 他的一个算是一个那个比较 带比较非机构化的联盟 那到底是什么联盟 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联盟 这个是今天我最后会说明 那那个如果你们想要这个 我的那个联络方式 我都放在我的网站上 你们可以点这个连结 那下面都有我的Facebook 跟Twitter Email 那我现在比较常用的都是Twitter 因为那个跟国外这些开放科学的人士 家人 他们只要都是在Twitter上 FB 我 我是希望我可能会慢慢让他 让我的FB慢慢退休 所以以后要追踪我 我要使用Twitter 或者是写Email 那今天这个简报 你们如果你们自己会用Github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去我的Github 去把它下载下来 那我的简报就完就 因为完就完就完就完全的开放 你们今天觉得说我这个内容刚好是你之后 可能在有一些有些厂可以用得上 可以直接就拿出来用 没有就这个没有关系 那这个简单 那刚才简单介绍了我的表面上的一些背景 那我在想在第一段先用先跟各位介绍一个我自己因为除了加入开放科学运动之后也在进行的我自己本身的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是叫做阅读句子的心相模拟历程 那它是一个其实很简单的心理学的实验 不过我先给各位看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实验的到目前为止重要文献的一个它所记录的一个结果两个 那中间我有用红色框起来的就是说是所谓这一系列研究中最关键最早就是要说早期最关键三个研究 那从这三个研究它做什么其实就可以大家知道说我现在在做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研究主题 那这个叫那这个它的全名它的这个作业的名字叫所谓的句子图像判断作业 那作业很讲就是会如果你是这个实验的受试者我会请你就是说在电脑前就做一系列的题目 那每一个题目都是想在就是说先请你阅读完一个句子之后呢 那你在按键判断说接下来出现的一个图片是不是这个句子里出现的这个东西像这个像前面这个这两个句子都是说 有个木匠把一个铁钉钉到墙上或钉到地板 那你们可以看上路这一句就是说这个木匠把那个铁钉钉到墙上 那这个你就会自由联想到这个钉子它应该是水平的嘛 都是钉到地板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铁钉就变成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水平的 它这个句子跟这个图的水平线 它就叫做所谓的匹配 这个实验也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它同时也有一些题目 是把不匹配的句子跟图放在一起 就是我请你先读这个句子 然后接着给你看一个锤子的钉子 这个你还是要答 就是说是这个东西 但是你一定会有这种奇异 那这个用那个经理学实验 最擅长的反应时间测量 都可以测出来 叫做这个匹配跟不匹配之间的 那个反应差异 那这个又叫做所谓的 在刚刚给各位看的文献上 它又叫做什么的匹配效应 那这个系列 这个有Stanfield跟Zwa 这个后面这位是我现在 这个研究案主要的国外的合作者 那这是2001年 他们发表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属于这个作业的一个结局 那他们这个是一个物件的方向性 那同样的你会想到这个可以做 那也还可以做一种就是操作物件的形状 像这个例子是说这个句子 现在这个句子是有一个猎人吧 或者应该说登山客看到在一个 有一只老鹰站在他的鸟 他的鸟巢里 然后现在这个句子是说有那个登山客看到一只老鹰在天空飞 那先不看图 先看句子就可以想象出这个上面这个句子 应该是讲出一个站立的老鹰 然后下面是这个是这个句子讲一个飞翔的 那这个叫做所谓的形状的匹配效应 那同样的跟刚刚一样也都是匹配的会比不匹配 你的反应都会比较快 如果说你那这个把它分成中文的话都还是有很稳定的发现 好 然后第三套研究 又不是刚刚那个那个 那个曾旺文他的同事 而是由由由由由由一位那个英国的心理学学学的女心理学学学家 记得了Ruiz Cornell 她的2005年应该是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那她看到那个形状的物件包装都有效 所以她就来测试看看 那我改成用物体的形状或明暗度有没有同样的效果 所以她就操作像是前面就是说这个是 上面这个句子是说 意思是说猎人看到正前方有一只迷路 然后这个是猎人看到在正前方的大物里有一只迷路 所以这两个就有紫色就是她看到的东西颜色明暗度的差异 OK好那讲到这里你们猜是不是应该也有这个匹配 礼物匹配还要来得快的接过 对不对 但是在揭晓答案之前我想这样子讲到有一个潜在应用室现在如果说真的用在现在台湾学术系列可能也是比较红的就是 它可以应用在人类语言的图像式处理 如果这位做有语言学可能会想到这个语言都是主要就是用句法处理 但是如果有用这个实验结果可以去发展一些图像式处理的那个理论跟应用 特别我们像台湾很夯的公示会 那很可能也会去要开发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也需要看这些的文献 但是这些文献之间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刚刚最后讲到那个色彩 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来是不匹配的比匹配的还来得快 OK好我想如果说你们是做AI的刚刚讲到如果想做应用你比较没有心理学背景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文献这样子说的话 那如果说我要处理色彩的那个语言处理那该怎么跟其他的搭设 对不对 会觉得很困惑 然后来这也是Zwon跟他的同事 后来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在线性的研究 那他们拿他们的材料然后自己他们在做了两次实验都发现其实是也是有一个正向的匹配效果 OK好那不是指他们做的甚至其他国家就我所知中国大陆他们就算人额也是差不多用类似的材料 那人数比较没有他们这么多你看这都四十几然后一百二 但是也是得到一个正向的效果 那我那个在跟他在私底下跟Zwon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他是有告诉我Ruth Cornell在几年后在会议上坦诚说他们其实当年做这个结果是错误 然后那个但是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有把这个data给open出来 然后这个论文也没有做什么更生 OK好那我现在这里就可以引出到今天的主题 你们觉得像这样的研究有没有设计所谓的捏造过之串 我这个问题现在先你们我现在先不急着要认为 这是等一下预备给第一段Q&A 大家可以来报表意见 这算是对这段设计一个暖声 好那这里我就要讲第一段的故事就是